歡迎在地新聞 繼續來講高雄市 前一天停電三次 先是前一步 在燒港區二零路那口裡 因為設備高中有兩百六十一號來停電 到晚上七點多 和鳳山區的百仙街的這個路段 路上不得 到晚上九點多 三民區有超過一千四百號 它有過停電 這個天氣進入 電風 冷氣都沒辦法來使用 民眾是熱到走出來外面 驅開時來夜風 還有人熱到動不住 整個是米日在便利潮凶 吹冷氣 整條大路暗民風都沒有路上 三民區不住鄉親無電堂 用開時走的 驚到走路 還有在便利潮凶 裡面都開門 這裡都是去吹冷氣的人家 在家裡都下來了 人家都用老的 人家都用老的 有人 飛機大門打開 當作緊急的照明 騙一條椅子直接坐在門口 怎麼會在玩手機 這久了 啊幾點開始了 先看要九點 九點 十點多 早高雄少年山失電 先是修工區會補兩點多 因為設備高中作成二零路一台 差不多兩百六十一號失電 到吃飯的時間 差不多七點多 風山區北仙街 北仁街 上路段 路上不倒 這次可能是因為碰氣作成燒打電 想不到晚上九點多 換三民區同門一路一台 一千四百多好失電 市戶的原因 金茶是博愛國小的責任分界點 電力融資座護帳 金隔離護帳點全數復電 高雄一天有三位失電 讓台電窮秀人員是有夠無益 警告好鄉親 住到共不住 哈囉 我是陳雅玲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 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